东海大学灵性女大生 22号晚上命丧公车轮下 周日下午校方举办了追思会 现场除了女大生的母亲 当天被公车撞伤的学姐也到场 校方也为女大生颁发了荣誉毕业证书 在诗歌的唱咏下愿她安息 至于家属质疑肇事司机疑次二次碾压 造成女儿身亡 对此警方也表示已经传唤了相关证人 完成二次笔录 庆旗也将约谈肇事司机还原事发经过 东海女大生命丧公车轮下 周日下午校方在陆思议教堂举办追思会 气氛哀伤 谢谢佩元带给我们这么多美好快乐的时光 不只女大生的母亲弟弟 她的老师同学 以及当天被公车撞伤的学姐都到场 纷纷送上娃娃卡片 韩武社的同学更为她跳了最后一支舞 校方也为她颁发荣誉毕业证书 祝福她毕业了 那个娃娃是佩鱼生前最喜欢的玩偶 我们大家都很爱她 佩鱼也跟你说我毕业她要做什么吗 做快技师 她很想考快技师 一直很有想法对不对 对赵斯司机急于下跪了 家属始终无法原谅 因为赵斯司机指控第一时间撞上时 女儿并没有死亡 而是司机第二次压过才导致女儿丧命 为了理清真相 警方随即展开调查 本分局已经在昨日第二次传唤目击者 也就是这个受伤的女大生 制作二次笔录完成 另外也制作目击者证人的笔录 目前除了一对受伤学姐和目击者 做完二次笔录 近日也将传唤赵斯司机进行训问 并调入入口及公社影像 逐一清查 还原真相 介绍上红杰明 台中彩虹道